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档栏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今日华尔街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在我们发布节目的第一时间您就可以获得提醒了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着重关注到的是一个人物 他是中央党校的一位前教授名字叫做蔡霞 如果您有关注到近期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华尔街网报新闻 对于这个名字您应该不陌生 我们首先来看到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党校所发表的一篇特别的公告 在公告中说中央党校的退休教师蔡霞 发表了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 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 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违反了国家事业单位人员的行为规范 经过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 依据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还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 中央党校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并且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 而所谓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今年六月初说起 当时呢YouTube上就流传着一段据称是蔡霞发言的二十分钟左右这样的一段音频讲话 那么这段讲话到底说了什么内容 引起了中国方面这么大的愤怒呢 我们首先为大家回顾其中的一些篇章 蔡霞女士在发言中就说 说中共现在已经是政治僵尸了 从修宪开始我们就看到党事实上已经是僵尸 明摆着修宪从党内程序上看 它就是不合法的 绑架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在三中全会前两天就抛出了取消任期制的说法 整个三中全会被逼迫着像狗屎一样咽下去 三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所以这个党本身就已经是僵尸了 他还说说有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 然后手里又捏住了体制本身造成的官员腐败 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 九千万党员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 而后来他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习近平本人 说习近平完全成了黑帮老大 他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习近平是随意定罪 你不支持实体经济这是罪名 你妄议中央这是罪名 对党不老实这是罪名 这哪里还有一点法治的味道 政党哪里还有政党的感觉 完全是成了黑帮老大 想怎么处置手底下的奴才 他就怎么处置 全党围着一个人转 这还叫政党吗 早就不是了 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 那么这一番言辞十分的激烈 虽然是在私下的这样一个场合所发表的言论 我们也看到这个蔡霞女士言辞锋利不留情面 其实这已经不是蔡霞女士第一次公开发声了 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有人大炮之称的著名的地产商任志强 就曾经发表了一篇微博文章 质疑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改叫党政府了 因为这样的一段话被留党查看了一年 而蔡霞女士当时呢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叫做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力 公开支持任志强 而之后呢也是受到了中国官方媒体的炮轰 而我们看到今年六月在油管上流传的这一段音频呢 据说是在蔡霞在红二代聚会上的发言 那么这一段音频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 目前还没有更多明确的消息 但是显然就是这样的一番音频给蔡霞女士惹上了麻烦 现在蔡霞女士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已经进行了官方的宣布 还被要求取消退休待遇 而蔡霞女士本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她在个人的微信上写出这样一段话 她说这几个小时有许多朋友或者是微信或者是语音 或者是邮件或者是电话给我关心和支持还有爱护 我很感动公道自在人心 其实我很高兴 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 从此我归队了回到了民众的行列里 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去努力去抗争 并且承受代价 全民族都在付出代价并且承受代价 我只是其中之一 而蔡霞女士还写道 说我个人做不到岁月静好 没有办法不说话 她特别提到说他们剥夺我的养老待遇 我今天是正式向他们提出了抗议 我工作了四十三年 退休养老是我的权利 他们侵犯人权 政治观点不同 与我的养老是两回事 他们不可以剥夺我的权利 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 大家在替我打抱不平的 谢谢大家 而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中国官方对于蔡霞女士的处置决定 里面让人觉得格外气愤或者是格外不公允的 其实正是蔡霞女士所说的取消养老待遇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这个退休养老待遇 其实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的叫做医疗待遇 另外一方面叫做生活补助 或者我们俗称的叫做养老金 而这一部分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在退休之前所缴纳的叫做三贤一金 而为这个退休后服务的 这个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人的这个医保和养老金是与他的这个税收缴纳义务所对应的权利是先挂钩的 本身来讲是属于社会和公民权利这个范畴之内的 与他属于哪个党 那个这个党派利益其实是不相联系的 那我们看到不管一个人怎么违背了共产党的党纪 怎么是被这个黑帮的帮规进行了清除 都不应该取消他的社会基本福利 那么这样做其实是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的 那么有权利做这样决定的其实是政府部门 但是我们目前看到对于蔡霞女士的这个管制中 并没有说她违背了哪一条法律 只是说她违背了共产党的党纪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确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一个处分决定 但是现在既然蔡霞女士本身已经提出了抗议 有关于退休金的方面呢 我们就暂且按下布表 有关于蔡霞女士其人其事 其实之前在中国网络上是有一些线索的 但是随着蔡霞女士本人被处分 相关的一些过去的历史资料 现在也在悄悄地被删除 那我们找到了在二零一三年的时候呢 当时蔡霞女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那么是非常长篇的一个采访 其中呢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蔡霞女士个人性格经历上的一些特点 在今天的今日华尔街节目中 我们就为大家进行简略的分享 说到蔡霞本人的成长经历 其实呢她从二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是担任党校的教职工作 执教有四十多年的时间 而她本人在公共领域呢 也一直是以敢言言辞犀利来著称的 所以呢让人觉得根本就不像一位党校的教授 比如说她在党校讲课的时候呢 要讲到所谓的这个民主的形成历史 她呢总是要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 还有英美的民主传统讲起 而在讲到共产党人的民主观的时候呢 她不是说共产党人的民主观是对之前法国大革命 英美革命的民主观的发展和发扬 反而是说共产党人的历史观是有其特定的局限性的 对于民主的意识并不充分 这样一方话在我们平常看来似乎不具什么力量 但是从一位党校教授口中说出 特别是在课堂上公开讲这样的话就让人觉得有一些特殊了 因此呢她的学生在私下交流里也跟她说 说蔡教授啊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跟高层领导讲呢 而蔡霞是怎么回应的呢 她说说我呀是领导不止我讲哪堂课 我就讲哪堂课 我不是一个给领导上折子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蔡霞女士个人性格的一些特点 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央党校呢 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来培养干部的最高的学府 所以很多人呢在党校的时候你看是进修的学员 但是一般进党校进修就意味着仕途是看好的 所以也许未来哪一天就成了重要的高级干部领导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规则 党校的教师在面对他们底下的学生的时候 其实一般是要忌惮三分的 而在党校学生进行毕业答辩的时候呢 老师也一般不会问特别犀利的问题 就是要彼此留住情面 万一你讲台上这一位被你难住的学生将来升官做了大财 那么岂不是给自己找倒霉吗 但是蔡霞显然是没有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定 有一次有一个学员那么后来是谁啊 我们都不清楚了 在这个进行答辩的时候呢 她是一位要健身副部级的官员 所以呢试图显然是看好的 她就对网络管理发表了意见 她说呀说天津出现大火这么一个小事情在网络上就搞成好大的事情 简直呢是蛊惑人心 因此呢我们要对网络要加强管理 而当时在台下负责答辩评判的蔡霞就按捺不住火气了 说说人命关天的事情你都是觉得是小事 那么社会当然觉得它是大事 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还有没有基本的感情 而在台上这一位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官员就马上就不吭声了 而蔡霞身边的其他党校教师就觉得比较紧张 气氛不要搞得这么僵嘛 就在桌子底下就拉住蔡霞 暗示她不要说话了 但是蔡霞说尽管这样我给那个学员打分还是非常低的 她说我感觉你这个人对于人民的感情是十分淡漠的 这个已经不是思想观点相同不相同的问题了 而是你良心何在的问题 而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蔡霞呢也是让人觉得说出了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 她非常讨厌的一种想法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民主 而在反驳这个观点的时候呢 她竟然是把文化大革命和纳粹来进行了并列 说文革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少数人进行侵害 其实就是践踏人权的暴政 而这样一番话从她作为一个党校教授的口中说出 那么显然呢是让底下的学员觉得大为惊讶 而底下学员有很多人就站起来说说党校要姓党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而蔡霞是怎么回应的呢 她说说既然你提到了文革 我就跟你说一说文革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也是红卫兵 当时呢是怀着对革命的所谓虔诚的感情陷入了疯狂 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而这样的伤害导致我一辈子都带着歉疚 说作为我们研究党的历史 我们是不可以回避掉这十年的耻辱的 你们说党校姓党 那么也同样包含着对于党的反思和总结 如果我们剥夺了这一段丑陋的记忆 那么历史的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来继续再犯 说现在有的人就把文革中当时的一些流行的做法当成是创新 这一点恰恰是我们所不能够赞成的 而当时底下学员的反应是什么呢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学员的掌声是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蔡霞女士的思想观点与众不同 另外一方面就是她的口才以及说服力也是可见一斑的 那么说到蔡霞女士她这样的一种思想观点的形成到底是什么样的根由呢 其实蔡霞是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 她的外公是曾经参加过大革命的这样一位老党员 而后来呢队伍被打散了之后 她是跟着潘汉年来当了苏北还有在上海的交通员 而她的母亲她的舅舅她的姨也都是中共军队的成员 所以呢可以说是长在红旗下 先向党中央这样一个根深描红的这样一个种子 而小的时候呢她也是生活在军队大院里 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正统的革命教育 而蔡霞在回应自己小时候的时候就强调了一个细节 说在初二年当时她是红卫兵 站在天安门广场就看着毛泽东的这个敞篷车缓缓地开过 说之后的三天她嗓子哑的就没有说出一句话 就是当时实在是太兴奋了 她回忆说说当时宣传讲说毛主席神采意义 红光满面 说当时我见到毛主席真的是那样 神采意义红光满面 这样的一个细节在她的记忆中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是不知道人是可以化妆的 而且在那样的一种宣传下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偶像的时候是会戴上玫瑰色眼镜的 而在一九九二年的时候呢 蔡霞正式进入了中央党校来攻读硕士学位 而此前呢她在军队在国企在县委的党校里 从事跟政治工作有关的工作是有了十七年 但是这样的一种政治工作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想法呢 她自己说说当我们已经把政党作为一个对象去研究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开始破除神圣化的一些思维 从所谓的政治宣传来走向真正的学术 而蔡霞到底又是对于怎么样的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其中的一些思想产生不满的情绪呢 我们也可以从她的话中回忆到一些细节 当时是二零零三年那么蔡霞得到一个任务是跟着党校的领导来参与 叫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编写 尽管那这是一段很短的经历 但是蔡霞就发现当时这本书一共有十五张 每一张是有几个小节 我被分道撰写的这一张叫做党的建设 但是并不是要让我去论述党的建设 而是要按照已经列好的小标题 去找江泽民的讲话 只能够做文字上的串联 但是不能够做解释 所以所谓的编转其实呢就是语录的大摘抄 那么蔡霞在回到这番经历的时候呢 也是含蓄地说 说邓小平曾经说不争论 但是不争论已经被扭曲成不思考 理论建设始终就没有办法突出过去的领悟 而蔡霞也说说马克思曾经说 说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 而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 每一个人要放在所有人的前面 因此他虽然是阐释这样的一个麻烈主义的条条框框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性的一种尊重 以及对每一个人权利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敬意和关切 而另外蔡霞也多次提到现在在执政党内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民粹情绪和民粹认识 他说呀说我们的政党没有把民主和民粹分清楚 受到几千年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 更容易走向的是民粹而不是民主 而这样一番话虽然是他在二零一三年所说的 那我们联想到近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实 也让人觉得十分的震聋发聩 他就说呀说现在呢有一些干部在处理矛盾的时候 为了平息民怨立刻就把干部免职 说呢不问体制机制本身存在什么样的缺陷 而是要把干部当成体制机制的替罪羊 而牺牲掉个别的干部不反思体制 他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被民粹绑架了 现在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家都有一种民粹思维 因此要特别的警示 而有关于蔡霞教授本人现在的近况呢 那么此前媒体也有零星的报道 就是他本人已经定居美国 所以目前而言人身安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被党纪开除的时候 不管是蔡霞教授本人还是我们 其实都是为他松了一口气 蔡霞教授本人更是说出了 终于脱离了黑帮政党 感觉十分开心这样的话 而在节目的最后让我想到的是福尔泰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他说用武力征服宇宙 比使一个村庄的全体居民的思想沉浮更加容易 因此不管怎么说 恭喜蔡霞教授终于成为了一个自由人 也祝福自由的思想永远不被沉浮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节目内容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我是主持人Lizzi 比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